新北市長侯友宜每天公務行程跑步完 一直把市政擺第一的他 除了先前不參與國民黨 總統參選人韓國瑜新北競選總部事宜引起了討論 現在又傳出他的二哥 也就是高雄大學附設醫學院的院長侯明峰 有可能會被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邀請加入參選團隊 侯友宜怎麼說呢 今天好像有對外說明了 他以教學研究醫療為最主要 他對政治沒有信息 如果二哥在我這一輩子的心目中 他永遠比我大 他不當副總統跟當副總統都沒有關係 他永遠是我的二哥永遠是我的長輩 所以他都用我的比我大 這個跟什麼職位都沒有關係 他就是我最親的二哥 侯友宜篤定了說 二哥對政治沒興趣 而且就算國民黨傳出要換掉韓國瑜 他則是表示政治上的紛紛擾擾 不是他想聽的 他就是全力拼市政 至於9月8號 韓國瑜和台北縣前縣長周錫偉到行北肇事 他應該也在拼市政 滿滿的市政行程恐怕不會出席 我每天防河市政很多事都沒有辦法 處理得很桌錢 全力在衝刺市政 所以有一些政治的新聞 這個太多了 太雜了 其實我都沒有仔細去用心的看 像類似這些傳言我都還不知道 那我一直覺得說我們好好的靜下心 點點做事要認真打拼 把我們的學生做好 我們現在做市政 市政的感覺做得好 比什麼更重要 那政治的一些傳言 一些的紛紛擾擾 都不是侯友宜想要聽的 想要說的 我只有認真努力 把我們的市政做好 要拼市政的同時 侯市長可能還是得被問到 2020總統大選的相關事情 他儼然成為一個指標人物 連家人都被牽扯進來 明年初的總統立委選舉 後續應該還有得討論 記者林立如、吳志恒新北報導